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 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 领导互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 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红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一直有财务上的困境 不知道为什么事业突然走下坡 虽然我自认为胜算在握 而且事业上的运作模式也很上轨道 但是似乎随便什么问题都会毁掉一切 我将要修您所建议的詹巴拉法 驱除似乎阻塞一切的障碍 可否请您指点怎么修这个法最好 在此说明如何修詹巴拉 赐财之佛 让这个修法最有利益 为你带来成功和财富 一 首先 本着菩提心 发愿获得财富 以满足你的师长 以及保存并弘扬佛法的 深重物质上的需要 还有 缺乏佛法和物质的有情物质上的需要 修詹巴拉法 是为了即刻获得所有的一切 重点是要这样产修 二 一面倒水在詹巴拉像的头上 一面持咒 同时观想詹巴拉实质上是你的上师 共水 并思维你已经升起广大如虚空的大乐 而且詹巴拉受到鼓 连一秒都不延迟地即刻赐给你一切成功财富 以及你所需求的一切 三 非常重要的是 不仅修詹巴拉法 你还必须对其他友情修布施和慈心 并供养上师佛法身 在日常生活中把握机会多造功德 这是带来成功的基本因 如果有人非常吝啰 没有修太多的布施 可能必须花非常长的时间 才渴望透过修詹巴拉法获得成功 日常生活中 要尽量把握机会修布施 比如遇到乞丐时 尽自己的能力所及布施 不一定是街上的乞丐 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人 有人到你家时 供养他们食物和饮料 四 藉由行布施 把握修行佛法的机会 尤其是供养你师长的其他弟子 思维 他们和你的师长同一体性 这会造下广大如虚空的 大量功德 远超过供养三世诸佛法身 现存的无数神圣的佛像 经典 叉叉小佛像 以及画像 5. 阅读金刚经 也很好 这会造下不可思议之多的功德 胜过供养诸佛菩萨 6. 礼拜佛 尤其是礼拜一切诸佛 圣像经典 也是非常具有威力的累积功德之道 礼拜十 你覆盖在身体之下的微尘数有多少 所造的功德就有多少 而且造下这么多成佛的音 7. 另一种累积功德的方法是 持诵无量寿佛的长咒 持诵这个咒带来长寿 不仅是你 还有你为它持咒的对象 此外 还有禁除恶业的功能 印经咒也会累积功德 例如心经 金刚经 或任何开示智慧的经典 8. 修随喜 每当你随喜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功德 那些功德便会增长两三倍 随喜其他友情的功德 也会累积功德 如果其他友情的心事层次比你低劣 你造的功德是他们的两倍之多 如果他们的心事层次和你相等 你便造下等量功德 如果他们的心事层次高过你 你所造的功德便是他们的一半 你会整天整夜都想修随喜 就只修随喜 借由随喜 你可以在数秒钟之内 照下可能要花好几千年才能够累积的功德 你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 只要透过意念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随喜 走路 慢跑 吃东西 躺在海边等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法门 可以让你迅速获得成功 财富 菩提道的正量 并利益其他友情 尤其是为一切友情而成佛 而且救度数以千计的友情解脱轮回之苦 带领他们增至圆满的佛果 还有在菩提道次第的教法中提到 借由积之势力来累积功德或获得好运 其中之一是心态的力量 这是指菩提心的动机 凡是本着菩提心所做的一切 不管是做什么 都会造下大量的功德 当你为了饶意其他友情而做某件事情时 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一切友情 都会造下无量功德 例如你所持的每一句咒 都会累积非常大的功德 我必须借由行布施 把握修行佛法的机会 我可以在走路 慢跑等等 随时随喜其他友情的功德 借此累积功德 只要是本着菩提心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造下大量的功德 我的妻子 最近生了一个小女孩 天生失明 而且身体有些残缺 现在大约三个月大了 起初 我们想她可能会慢慢好转 但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可能 我们非常忧伤 情况似乎非常困难 甚至不公平 虽然我知道这是幼稚的想法 不过一想到未来 我还是经不住感到懊恼 绝望 她会永远这样吗 到底要如何接受 并看待这件事呢 在这里 我会设法帮助你们了解 如何考量和看待自己的处境 你们应当非常感激佛陀 思维佛陀赐给我们这个小孩 让我们照顾他 帮助我们逐步修行 净除我们往昔所积造的恶业 这是佛陀的礼物 帮助我们净除如海的恶业 佛陀赐给我这个礼物 让我的修行有所进展 真挚圆满正觉的佛果 和无与伦比的安乐 我们的孩子是无数诸佛菩萨 慎重所爱惜者 因此 你们每天为孩子服务 就是对一切诸佛菩萨 最好的供养 这是为一切诸佛 所做的最佳会供 你们应当本着这份正直 在这个基础上服务你们的孩子 你应当发愿利益一切友情 令无数的友情解脱轮回之苦 带领他们真挚佛果 总之 你的孩子被你们生下来 是来自双方的业 不过这个业不是永恒的 不会持久 只是很短暂的情况 你们不应当以为那是永恒的 因为一旦死亡来临 生命就像一场梦般消失了 你们为未来所做的一切计划 也都消失了 记住这一点 这有助于让你们了解 现况 今生 有这个孩子 这一切随时都可能会结束 这是很过达 积极的思维方式 你的孩子视线这种形象 像这样被生下来 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种态势 如果不修行佛法 舍弃恶业 将来我们都可能会 像这样被生下来 你们的孩子 是在告诉大家这一点 业不是永恒的 而是暂时的 我们的孩子 是礼物 是在教导我们 我们必须舍弃恶业 否则将来也有可能 像这样被生下来 我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 我很担心我们之间的关系 和她的走向 她似乎太早熟了 令我忧心忡忡 她深夜不归 和一群年纪大的人私混 而且常常不诚实的 让我知道她在做什么 我曾经试着限制她的行为 但是她打破规矩 我也试着温柔地对待她 但她却变本加厉 我吼她 她就干脆把自己关起来 我该如何矫正她的走向呢 我很怕她会做出 令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但是 我似乎已经管不住她了 我该怎么办呢 在一个充斥着负面影响的社会 被抚养孩子很不容易 在这种社会里 坏朋友很多 守规矩 慈悲的好朋友却非常少 正如同造小佛像的一模 朋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模 西方文化充满太多欲望 和所谓的落后国家很不一样 在西方 广告都和欲望有关 都在教人怎么做 最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例如食物广告 让大家很想吃 我们的环境中诸如此类的讯息 对大家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这一切 坏朋友 文化 学校的情况 让年轻人不容易调教 教导你的孩子 绝不要忘了业过 每天祈求药师佛 让你的孩子得以长大成人 具有度母 观音等诸佛的品德 拥有最好的素质 为自己的家人祈求 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如果你只是为女儿祈求 活得健康 活得健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么你便只专注于今生的利益 这不太好 应当祈求祈求他 应当祈求他发展内在所有一切最好的品德 以便解脱痛苦 且有能力帮助所有的友情 光是想到我的女儿健康还不够 我必须为他祈求长远的安乐 我所教的学童中有很多人 彼此之间在言语和行为上都非常粗暴 令人震惊 我从来没有想到孩童会是这样 我不认为以前的孩童是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要怎么教他们做个善良的好人 他们对自己应当是怎样的人 似乎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他们很多方面的举止表现的既强硬又坚决 对暴力似乎很自以为是 我如何才能够让他们了解 我能说什么来证明暴力并不是诊途 你可以教导孩童以下的心理检测 你不希望任何人伤害你 你希望大家赞美你 跟你说好话 同样的 这也是每个人所想要的 他们有这样的需求需要 也有这样的权利 而且喜欢受到你的尊重 赞美和帮助 如果你持续不断地规划孩童 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会改变的 那就有益处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改变 那将是奇迹 不过有些人是会改的 重要的是 向孩童示范 假装生气而显现撑怒的伤害性 不要光说要做出来 向他们示范自己 一生气也会令别人生气 会破坏家庭 人际关系和财产 你可能只是为了 唯不足道的小事而发脾气 但后果却可能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 修忍非常重要 内心不满足和堕落都很自然 除非成佛了 告诉他们 如果你开始不喜欢某人 就是在把恶劣的磁场 和不尊重的感觉 送给那个人 这会干扰那个人 让他不高兴 并且开始讨厌你 果报会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 你的所作所为 会让自己不快乐 如果你继续这样对待 那个人和其他许多人 就会令自己的内心 和人生得不到安乐 非常重要的是 设法改变 孩子们对这一生 所抱持的态度 这是基本的心理建设 借此 内心会变得稳定 永远安详 是教导孩童的最佳方式 我和我的妻子 很幸运地 有两个很棒的孩子 但是我担心 如何把他们教得最好 我是佛教的修行人 却还远远不及佛 我们应当如何在家里 教育他们呢 有什么好办法 鼓励他们过积极快乐的生活 我们应该用惩罚 或者是用温和的方式 这是很难的抉择 特别是我们对他们的爱 难免受到贪指的污染 教育孩子十分重要 孩子应当在两个地方受教育 学校和家庭 必须教育孩子 对其他友情具有善心 容忍 悲心和慈心 这些是人心基本的美德 所以父母负有很大的责任 孩子若欠缺这种教育 就好像出生是来受苦的 除了自己一辈子受苦 还会带给父母和其他人许多苦难 由于他们的内心尚未调伏 缺乏善心和普世责任感 因此会为其他友情制造很多麻烦 思维 如果我要孩子对我好 就必须教导他们如何心怀慈悲 如果孩子以宽容悲心对待其他友情 其他友情也会喜爱并帮助他们 有一颗善心将令他们安乐 而内心有更多空间善待其他友情 也令其他友情欢喜 父母的影响力比学校更大 因为孩子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多 家庭的教育方式是深教 而学校只是用头脑而非用心学习 保有善心 是父母和孩子一样都需要的教育 缺乏善心的孩子 一生只是为自己 父母和其他友情造苦而已 我们的家庭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友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 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 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死死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 中华护生协会 中华护生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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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慈悲的能量 修行佛法 应该要让心变得非常敏感 就是不忍众生苦 由于慈悲心的驱使 我们对于任何生命 一切众生 一点也不愿意 让他们受苦受难 就像每个孩子 都是父母心头上的 一块肉一样 永远是绝对的细心呵护 心清静 则众生清静 众生清静 则世界清静 当我们内心没有烦恼 自我与对立 只怀有慈悲 奉献与智慧时 就是净化了一切负面的情绪 极乐净土也就永远存在于我们心中 一分清静即是一分净土 十分清静即是十分净土 我们不必要求他人对待我如何 相反的 应该检视自己对待他人如何 当我们是永远忍让 永远慈悲 永远付出的对待一切生命时 所得到的回应 也将会是正面与善意的 光明的人生 应该由我们自己积极制造 生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散播慈悲 以及佛陀的法音 活着就是为了修行 就是为了推动道德良知 以及佛陀正法 这也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是一种责任 不要在自私地只为自己而活 应该学着为他人的福祉而活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成 是由于众生的心念 行为 而形成所谓的世界 如果希望世界更美好 唯一方法 就是依靠众生的善念 与善行才能成就 众生共同的清静 共同的慈悲 将能转变我们的世界 使之更趋于良善与美好 当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会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来压制他 这种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作为保护与防卫 其实是相当愚笨的做法 真正能够作为 我们依靠与保护的力量 唯有无私的大慈悲心而已 一颗调柔的心 就是世界的珍宝 因为调是指调伏 就是善于调伏烦恼 控制欲望 柔则是指大悲心 慈悟一切众生 适度有情 能拥有一颗调柔的心 才是人间的无上至宝 众生的归一处 当内心充满慈悲的力量时 即使遇到困难与逆境 也会转换这些负面力量 使之朝向正面与光明 无私的慈悲心 就像一双带领我们自由飞翔的美丽翅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